在影片開始前 不要忘記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開啟全部通知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次影片喔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 九頭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小樹的背上已經有一點紅紅的 我們的加溫燈呢 已經給它開下去了 那這一支影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蠻多粉絲朋友在詢問的一個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的去判斷 烏龜的加溫燈要不要開 那這個部分呢 雖然好像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但其實呢 包含了蠻多的一些 小小需要注意的事情在裡面 那我們今天就是呢 用幾個方向跟大家去做一個分享 好啦 那第一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溫度以及溫差這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目前外面的溫度 是在25度左右 那單以溫度來跟大家分享 九頭其實會建議 大概在25度上下 就可以去開一個加溫燈的動作 讓他們的溫度去保持在一個 比較適合他們的溫度 那至於為什麼會講溫度以及溫差 這兩個概念呢 因為其實最主要看的還是溫差的部分 蘇蘇您一直擠過來 我怎麼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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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溫度以及溫差這部分呢 其實在之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烏龜怕的並不是溫度低 而是溫差這個問題 溫差才會真正的去導致烏龜呢 可能會有感冒啊等等的狀況 那溫度低呢 其實只是會造成他們可能 代謝會放慢啊 11月會降低啊 這些等等的問題 所以最主要我們還是要看 溫差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呢 在開加溫燈這邊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溫差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溫差呢 很多人會沒有注意到 比如說像這種 夏天剛要到冬天那個季節的時候 欸 九頭數27、25度就可以開加溫燈 那我趕快給他開下去 就開下去沒有注意到說 今天他的環境 是可能比較小的 不像我們是戶外整個陽台 裡面加溫外面小數可以自己調節 那有的是用一個飼養箱 結果一開下去 早上太陽出來 溫度又衝到28、29甚至30度 你裡面又開加溫燈 一下子裡面溫度就超過30度 那第一可能會太熱熱的快捷等等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 有開加溫燈的時候 早上熱整個衝到30幾度 然後晚上又變冷 又掉到25、24度 這樣其實溫差非常大的時候 規規就非常有可能會感冒 那第二個部分也是剛剛大家講的環境的問題 今天我們設置的環境 是否可以在溫度一變低的時候 就去開加溫燈 這個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九島來講 九島就是大概25度左右 我就開加溫燈 不管是小數這邊或是紅腿那邊 我就開加溫燈 因為第一 加溫的範圍就是這個房子 那你看像小數這邊來講 燈在這裡 他加這裡 小數如果今天冷的話 他就在燈下 甚至他不想要這麼涼直接出來外面 但他不想要那麼熱 他就躲到左邊這一塊 他其實有1、2、3 甚至很多角度不同的方式 才去調整自己的溫度 那今天如果我們的環境 像小數這邊直接給他密封起來 只有在裡面這個飼養環境 那溫度開下去 其實可能要嘛太熱 要嘛不夠熱 這個問題就很容易發生 所以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去評估 我們的飼養環境的這個重點 好啦 最後呢怕大家因為 要講的比較詳細 天天不是很清楚 跟大家做個統整啦 我們要判斷是否要開燈 下去給他們做加溫的時候 我們的第一個判斷標準就是溫度 就是然後建議大概在25度左右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做開燈 那我們要開燈的時候 記得去判斷你的飼養環境 你的飼養環境 一定要去做出冷、熱區 讓他們去做一個調節 只要對他們來說會是比較好的 如果今天你的飼養環境是 比較小的飼養環境 等於說你一開去 整個都一起加溫的話 那我們真的要去特別注意說 欸氣溫如果浮動很大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克服 可能一早上我就不要開加溫燈 晚上再開 這是一個處理的方式 那實際的加溫方式 可能還是要靠大家呢 去做個詳細的觀察啦 好啦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 小叔來 叔叔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非常多人在詢問九陶這個 欸 我到底要不要開加溫燈這個問題啦 因為剛好天氣呢 慢慢變涼啦 又到了小叔不喜歡的冬天啦 哇 大家可以看到 小叔真的越來越大 到時候可能要來幫小叔換一個房子啦 讓他這個擴展到旁邊來了 好啦 小叔來跟大家說掰掰 小叔出來 你看 小叔真的很乖欸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分享 請訂閱 可以打開右轉小鈴 當然知道我會發佈你收到通知喔 我是九陶 他是小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叔叔掰掰啦 掰掰